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52集 崔先生想到了三清书 三清书境界 三清书境界 崔先生的脑子里面开始了不自觉的回顾从前 可是想到三清书的时候 他忽然愣住了 然后睁开了眼睛 同时一颗心再次开始剧烈的跳动 他明白了 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 他终于明白了三清书的真正用意 于是他转过了头去 只见一新星也在旁边闭着眼睛 似乎也在回想自己的人生 可是看他那穆斯明一狭甚 还留着鼻血的样子 也不知道为啥 怎么看怎么像是在一眼 崔先生现在没有心情和时间去和他废话 只见他大声的吼道 老义 别想了 咱们现在还有机会 你说啥 一新星本来也认命了 现在这个状况 要啥没啥 不认命也不行了 他刚才见到崔先生好像已经放弃了 于是也学他闭上了眼睛 回想以前 可是也不知道为啥 不管怎么想啊 他都不觉得遗憾 反而大有一副 咱家这辈子直了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 能活着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 只是苦了张亚新了 还没结婚 就要当小寡妇了 哎 也是正当他想起张亚新的时候 忽然崔先生跟他说还有机会 这当着让他极度的吃惊啊 因为现在这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们这些平时搞阵法的 马上就要死在了自己所搞的阵法之中 又有什么办法呢 浑身的气力都已经被榨干了 现在没倒下 那是因为身体都僵住了 动都动不了 上哪弄洋气 去抵触这阵法之中的阴气呀 可是呢 他相信崔先生 他和刘宇迪都相信崔先生 知道崔先生不会在这种生死关头 拿他们开涮 于是一心心慌忙问道 是啥办法 快说呀 眼见着那阵法里的阴气 就要吞噬阳气了 崔先生咽了口唾沫 然后声音沙哑的说 三清书 我们是三清书的传人 三清何一 三清何一 一心心和刘宇迪听到了这句话后 心头不由的一阵 没有错 他们确实听说过这一传闻 相传三本三清书是可以合为一体的 而以前也确实有人这么做过 但是那个人失败了 三清何一确实可以发出很强的力量 但是却并不像是传闻里的那样惊世骇俗 所以之后他们三人也就没有去尝试 而现在崔先生所说的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两个人十分的不解 崔先生见情况紧急 也来不及细想了 只是集中生智 大声喊道 境界 三清书的境界 我忽然想明白了 这境界就是三清何一的关键所在 这里讲到三清书的境界 是为修行三清书所记载的艺术到一定地步的人 所产生的一种幻觉 可以说他们的道行就是通过这种境界产生的 三本书的境界各不相同 崔先生的三清符咒境界是山海自然 而一新兴的境界则是日月星辰 刘宇迪的境界则是云云众生 三个境界 就是三人所修知数的精髓所在 也各自代表了三清书的真谛 三清合一 就是整个天地众生万物万象 崔先生刚才忽然突发奇想 既然之前他们都是通过这个境界来积攒道行的 那如果他们能将这三个境界合为一体 会不会就能产生出奇迹呢 如果三本三清书当真能够合一的话 估计只有这个方法可行了 两人都不是什么傻子 自然能够听懂崔先生的话 只见他俩恍然大悟 然后对着崔先生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反正大家都要死了 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于是乎崔先生便要那刘雨迪的另一只手 搭在一新兴的肩膀之上 刘雨迪一言而行 然后崔先生喘着粗气 看了一眼自己的兄弟和爱人 有他们在身边 自己没什么遗憾了 于是他便对着两人说 好吧 让我们开始一起进入三清书的境界 说吧 他便闭上了眼睛 他所修行的三清符咒 早已经深深的刻印在了他的脑子里面 多年的修炼 让他只要想到那上面所记载的事物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进入到那个境界 山川近在脚下 河流汇总到一起 最终投入汪洋大海 他心中明白 道的根本就是这自然 而一新兴呢 也是如此 他闭上了眼睛 回想起三清奇门的内容 各种玄妙 纳为天幕 种种阵法 列入星辰 总是是变幻出奇 最终无法脱离宇宙 环宇之间 道的根本就是这天地 刘宇迪闭上了眼睛 他虽然入道很短 但是天资聪慧 早已能读懂此境的玄妙 太极八卦 演化众生之命术 气节变幻之根本 则来源于云云众生 他穿行在人群之中 望得见他们的去向 望得见他们的归途 却无法改变 因为道的根本就是这众生 崔先生握着刘宇迪的手 刘宇迪的另一只手 搭在了一新星的肩膀之上 三人第一次 同时进入了三清书的境界 刚开始的时候 这境界本来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这境界之中的时间 似乎是静止的 过了一阵之后 三人心中同时一愣 只见各自的境界竟然模糊了起来 仿佛是被浸湿了的水彩画一样 所有的事物全都融化 转眼之间竟然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 崔先生只见到 自己所能进入的境界已经变了不模样 山川河流飞行走兽尚在 但是天地却发生了变化 头顶的天空出现了星辰 浩瀚星辰星罗密布 种种玄妙暗藏其中 而山的另一边竟然出现了人的世界 都市之中人群川流不息 他们各自走着各自的路 背负着各自的命运 傻时间这个境界真实了起来 仿佛就像是第二个世界一般 崔先生心中大喜 看来三清书当真能合为一体 就在他惊讶的空档 忽然那境界的天空之中 竟然凭空出现了几行金色的大字 二至还乡一九宫 任取九宫为九星 若是参透阴阳法 无不欲时 龙不惊 就是这个杀时间 那几行金色的大字 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逼得崔先生睁不开眼睛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境界 而一股莫名强大的力量 从身体之中不断的涌出 崔先生转头望去 只见刘雨迪和一新星也是一样 他二人此时全都红光满面 一新星的鼻血止住了 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 崔先生心中大喜 只见他大声的叫道 就趁现在上 咱们讲过很多次了 这确实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也是张世飞这一生之中 所度过的最漫长 最曲折 最令他无法忘怀的一个夜晚 他无法忘记当晚的月光 无法忘记当晚发生的事情 似乎他之后的生命都因为那一晚而改变了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啊 说起来 对于燃熙那个老妖婆什么阵法 张世飞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进去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了 说起来很是讽刺 原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出人间戏剧而已 这出戏剧之中 从来就没有过妖魔鬼怪 可恨的反而是一些平日里 总是把正义二字挂在嘴边的人类 如果没有那些脑袋里面好像进水了的人 估计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烂摊子 大家都能抱着自己的妞或者男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因果的存在 却没有如果一说呀 这正是贪念和嫉妒毁灭了一切 张世飞摇了摇头 然后牵着梁月儿的手继续往回跑去 他当时的心中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从此以后跟那些乱马七糟的妖怪呀 妖卵什么的再也没有任何的瓜葛 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对着太阳岛自然是十分的熟悉 他很清楚 从太阳岛的入口出去之后 就离自己的家不远了 现在这个形势之下 还是先把两人带到自己的家 跟爹妈解释什么的都是小事 反正自己都这么大了 而且只是让他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自己则要火速前往那郊区的拔尸复苏之地 谁知道崔分头需不需要他的帮忙呢 可是梁韵儿和傅雪涵毕竟只是普通人 今晚他俩本身就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外加上身为女孩子而缺乏锻炼 早就说了 女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体 如果让他们逛街 估计连续来个五六个小时都满灭红光啊 但是你要是让他没事跑两步 一定会气喘吁吁 连声嚷着吃不消 估计这就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吧 张世飞拉着两个女孩子跑了一阵之后 他俩只感觉到双脚发软 再也跑不动了 搞得张世飞心中焦急万分呢 现在还没跑出去一千米呢 两个小姑娘就吃不消了 特别是那傅雪涵 要知道他的胆子出奇的小 经过了惊吓之后 哪还有力气跑啊 只见他强撑了一段之后 不由的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 张世飞和梁韵儿心中已经 慌忙将他搀扶了起来 张世飞知道此地十分的不安全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见了梁韵儿摸了摸傅雪涵的额头 上面既是冷汗呢 梁韵儿对着张世飞摇了摇头 他吓坏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张世飞苦笑啊 梁韵儿确实是一个好女人 尽管刚才遇到了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却没有像一般的姑娘那样 逮住张世飞问哲问那 他很懂事 没有询问任何的事情 也许他也知道等到这些事情过去以后 张世飞一定会告诉他的 所以他不急于一时 这倒是省下了张世飞不少的口舌 要不然的话 估计就那么一句 你为什么会是妖怪啊 就这一个问题就够张世飞解释半天了 还不一定能够解释明白 但是看得出来啊 梁韵儿也吓坏了 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但是望着张世飞的时候 却强撑出了一丝笑容 张世飞心中顿时感到一阵痛楚 他怪自己 为什么刚才还要犹豫 如果不是崔先生有先见之名 派来了几个妖怪 那后果可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没办法 没有伤疤 谁都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只有失去了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后悔 幸好张世飞心存余悸 心想着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啊 没事了 什么都会过去的 等挺过了今晚 所有的事情全都会结束 他们就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想到了此处 张世飞便对着梁韵儿说 那好 我们就休息一下 但是要 他嘴巴里面那个筷子还没有说出口呢 忽然张世飞心头一震啊 他感觉远处忽然出现了一股如同海啸一般的气 这股气并不是妖气 却也不是崔先生平时使用的那种符咒之气 更像是大自然的力量 就好像之前自己所见过的闪电一般 不 比那个还要强烈许多 张世飞下意识的回头看去 顿时惊骇的嘴巴都合不上了 只见那雾气弥满的夜空中的月亮忽然光芒闪耀 一道肉眼可见的月光就好像是手电筒所发出的光亮一样 冲破了那云层直接射向了他身后的方向 看样子就是那燃熙锁部腰阵的方向 张世飞愣住了 这种天象真是闻所未闻 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得到啊 那奶白色的月光竟然好像雷射灯一样的照下来 硬的那树林如同白昼一般 同时强烈的气浪铺天盖地的袭来 张世飞只感觉自己是一阵血晕的 险些没有栽倒在地上 而一旁的梁月儿和傅雪涵却没有觉得怎样 梁月儿见到张世飞似乎极度吃惊的模样 慌忙对着他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张世飞压了口唾沫 心想着这简直太明显了吧 为什么还要问呢 于是他颤抖地伸出了手 指了指那道月亮的光滑 便声言有些颤抖地说 你 那道光你没看见吗 什么光啊 梁月儿心中有些不解 他挣扎着站起了身 然后走到了张世飞的身边 同时望了望张世飞手指的方向 什么都没有啊 你看到什么了 啊 张世飞心中一愣啊 没理由啊 那道月亮的光滑如此明显 没理由梁月儿看不见啊 是了 一定是这样 张世飞转念一想 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 人能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甚至一些动物和昆虫所能看到的东西 但是人却看不见 崔先生曾经告诉过他 其实上天是公平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能看清世间万物 但是之后却因为食用五股杂粮而被人间烟火的俗气蒙蔽了眼睛 所以说呀 婴儿的眼睛是这个世界上最亮的事物 这确实是有根据的 而你要问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曾经看见过脏东西 长大了以后却不记得了呢 废话 试问谁能记得自己刚出生开始 一直到一周岁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呀 说到底呀 天道岂是人力所能为也 得到一样东西就会失去一样东西 等到了高度的文明 就注定要失去洞察真相的权利 所有人都是如此 无法更改 这个梁允儿现在看不见那道月亮所设下的光华 那就是说 不光是他自己看不见 而是所有的人都不能看见 这样也好 张世飞稍稍的平静了一下心神 然后心想 幸亏普通人看不见 要不然这等奇异的天象出现 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老天爷呀 你在这点上还真他妈开眼 张世飞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用什么表情 梁允儿和傅雪涵两人确实没有看见那月亮的异样 只不过此时树林之中狂风骤起 狂风吹过了树林 那些枝叶竟然发出类似于吼叫般的呼呼声 而吹在了三人的脸上像是刀瓜般的疼痛 他们不知道 在那一晚 整个松花江的水面曾经无故的上涨了两个多小时 就连江水里面的鱼也跟着受难死了不少 只是肥了下游一带的渔民 当他们用鱼网捞上了众多死鱼之后 无不感叹 娘的 这是不是又是哪儿闹污染了 没事 反正新闻没报道 他们自己又不吃鱼 趁现在还能卖出一笔好价钱 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风好大呀 扬起了心中的泥土砂石 张士飞尚且可以忍受 可是那梁月儿和傅雪涵 毕竟是肉体繁胎呀 实在是无法销售 这似乎跟刮了台风似的天气呀 张士飞心之不好 于是也顾不上休息了 他当机立断 一把将傅雪涵背在了身后 然后拽上了梁月儿 迅速的向远处跑去 可是人跑得再怎么快 也快不过风啊 风越来越大 四周不停的有树枝被刮断 落在脚边发出啪啪的声音 一时之间是天昏地暗 在幽暗的树林之中 仿佛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了一般 张士飞心中暗道不好 要知道这股气 根本就没有要停止的势头啊 他抽空向后看去 只见的月光越发的明亮 似乎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一样 这还了得呀 要知道他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还是太阳岛的保护区内 诺大哥太阳岛用两条腿跑 哪是一时半会儿能跑得动呢 况且如果任凭这样发展的话 估计没跑出这片树林 就一定会被旁边的树木砸倒 他都没事 可是现在还要保护两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这可就男上加男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张士飞心中的不安再次出现 这股力道太强了 又是一次天灾 他娘的 2012真的要到了 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张士飞就见识到了好几次天灾啊 只不过前两次是雷 这一次是风 眼瞅着不能再这样下去 只能放弃原有的路线往江边跑了 起码在江边不会有太多的树木 因为这太阳岛说到底 最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是苏联老毛子们开发出来的度假区 那么就在这片度假区里 张士飞他们能否逃过一劫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官at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aprend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ffé mahdoll忧ů neste今天